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8日 星期二 9月28日 我之前有報導過這宗新聞 新界南衝鋒隊有一天 有一個隊員 在葵涌石排街石離宇村對開時發現隔刑跡可疑的私家車 正當醫護想衝過去截查的時候 被他逃脫了 最後真的逃脫了 我記得當時新聞沒有詳細說整個案法的經過是怎樣 事情是怎樣發生 為什麼EU警員會受傷 之類的 果然我們特區警察真是神探多 原來這宗案件交給葵櫻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今天這個重案隊的主管督察就去交代這個案情 因為之前真的沒有怎麼說什麼案情 他今天就終於交代 因為已經抓到人了 他就這樣說 在10月28日的晚上九點半 新界南總區衝鋒隊在葵涌石排街 那裡進行巡邏一帶 期間在上旨見到一格違反道路交通條例的私家車 所以EU衝鋒隊隊員就走上前折查 當走近對方的位置的時候 私家車突然加速 竟然是將第一個警員拖行了大約10米 繼而往石櫻村方向逃去 而被人拖行的這位 之前只是說受傷 原來這麼嚴重 不過我都想像不到 我怎麼拖行他 突然走到他那裡 你抓著車 只是你車到他 我都不知道 想像不到 周拖行的警員就面部和手部受傷 送院治理 經過這個重案組的神探 十幾天的多方位調查 和翻查了大量閉路電視片段 終於在昨天 就截到這格涉案的私家車 同時拘捕24歲姓審的涉案男司機 也都將這個涉案男司機 夾回自己家 也都起出懷疑當日穿著那套衣服 人和車都是在扣查中 最後這位督察就總結了 他就說 警方高度關注警務人員的執行 日常行動的時候的自身安全 涉案司機不單止相及 執勤的警務人員 而且影響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呼籲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那逆線追車又算不算影響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原來你們都有禁錮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那就好了 好了這一節新聞的內容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有能力的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subscribe my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兩邊的channel 多謝了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